所以就是說呢,我們執行的時候呢 需要就是,比如說出20,40,再一個70好了 那這樣應該是一個這個三角形 嗯,不是喔,因為為什麼第三邊大於兩邊的總和 所以它不是一個這個三角形 20,Enter,40,Enter,再50,Enter 那這樣就是三角形 那我們主要就是,第一個先要判斷說 這個邊廠,這個是不是三角形,這是第一個邏輯 第二個就是說呢,最後必須要排序,由小到大 有小到大,那排序的部分呢,當然方法很多啦 那比較簡單的,或者是循序的方式 第一個,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當然前面的部分就是說,如何做input 那input則我們可以用J option pen 裡面呢,可以把J option pen 設定三個 三個這個dialog input dialog 然後呢,分別傳給 s,s2,s3,這三個變數 那當然這前面就做一個宣告的動作 接下來呢,再把詞傳過來,給n好了 n1,n2,n3 接下來呢,我們其實底下的部分呢,就是做排序的動作 排序動作呢,如果n大於2的時候呢,那就執行這個部分 再來n1,n1大於n2,那這兩個比較之後,再來n2,n1再大於n3 那這比較之下呢,再進到這裡,那再來就是,就是三個互相比較嘛 比較完之後呢,就分別給三個變數 三個變數的話呢,就是最大,4,再最小 那分別把詞傳過去 就可以得到那個排序 那這個排序是比較笨的排序方式啦 比較聰明的排序方式後面會講,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正列裡面有一個sort的方法 直接就可以把它當成正列的方式來做排序 那這個地方就是再做一個比較,else,if else,這部分我想你們可以自己在 那另外就是說,還要再做什麼呢 n2跟n3比較,比較之下可以慢慢再做一個比較 那這裡的話,我想你們思考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程式會變得很永長,很長一串,都是在做比較的動作 那最後呢,就是做一個什麼呢,message 就是我們在宣告一個message,就是訊息喔 等於什麼呢,等於我們就按照那個 最小的 再次 應該這個地方應該是true true再來是這個 然後最後再來是最大 就是把這個地方中間串接,然後呢 再加上豆點,串接在一起 底下這個部分呢,再去判斷說 它是不是三角,那是不是三角形呢,其實很簡單喔 主要就是判斷什麼呢 這一邊的最大的 最大的這個長度 跟 兩邊總和 比較之下 如果的話呢,小於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是一個 三角形的邊長,因為 你這樣的話就知道,如果說這個底下的邊長 喔 它如果說,這樣才可以構成一個 一個三角形 這樣才可以畫一個三角形 也就是這個邊長喔 這兩邊的邊長呢 一定要,加起來總的一定要比這一邊大 否則沒辦法構成三角形 那我們就秀出一個訊息 就是加等於 把上面的這個部分的字串 再跟後面的字串 串在一起 秀出來就會是三角形的邊長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秀在那個 Show Magic Dialog 上面 把這個訊息秀出來 就完成整體 好吧 畫面呢,現在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